苹果在9月中的发表会,虽然新iPad Air推出多款梦幻色系让国粉们兴奋, 却也因为没有发表iPhone 12,让许多人敲碗落空而感到可惜,但也因此网络上各种消息更是传得热烈。 许多3C达人都在预测iPhone 12将会是何种规格搭载哪些功能。 终于苹果宣布最近一场发表会将在下周登场。 让不少人也大呼这次该发表新iPhone了吧。 时星向下三角这次新的发表会将于13分之10上午10点,台湾时间14分之10凌晨1点登场。 标题以Hi,Speed为名,B为Hi,速度,有谐音高速Hi,Speed,让人不禁联想到是不是即将要迎接5G呢。 时星向下三角而根据先前不少3C达人曝光的资讯。 iPhone 12系列将会有一般版的双镜头,Pro版的三镜头。 特别配色则有让许多人看了忍不住享受,超美的Naked Blue。 飞段售大根据规格从649美元,约新台币19000元,到1399美元,约新台币4万元,不等。 时星向下三角聚传新的iPhone的刘海面积将缩小。 荧幕边框也会变载,缩成几乎全荧幕的边框设计,而根据iOS开发版的资讯。 有人推测新的iPhone将不再有充电兜以及AirPods耳机。 配件将精简成只有一条USB-C2 Lightning配线。 也有人推断这是为了促进AirPods的销量。 时星向下三角另外。 也有消息指出Apple新一代iPhone将带进Face ID Sensor,加大辨识的角度、范围。 让脸部辨识系统使用起来可以更加方便,而Pro系列的三镜头中,将很可能新增Leader扫描仪。 让AR程式使用起来更顺畅。 且能期待更多进一步的新功能。 当然,不论这些3C达人过去透露的消息有多么准确。 这次终究还是得等到发表会正式上线。 才能知道关于iPhone 12的传闻是否正确,如果不希望期待落空。 这些消息还是看看就好。 然后静等发表会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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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